日旅镇西瓜已经来到采收的季节了 修过完西沿岸种植面积约191公顷 因为每颗西瓜都是瓜农们花费心思来栽种的 收成格外不易 加上园区未处偏僻 为了防止瓜农辛苦结晶遭窃 以免萧小寂予 预分局则无旁贷 5月1号起为期4个月启动护瓜专案 针对亦遭窃的时段执行巡逻情务 玉璃镇西瓜已经来到采收季节 修过完西沿岸种植面积大约191公顷 由于每颗西瓜都是瓜农们花费心思 栽种收成格外不易 加上园区未处偏僻 为了防止瓜农辛苦结晶遭窃 以免萧小借质 玉璃分局则无旁贷 5月1号起为期4个月启动护瓜专案 针对容易遭窃的时段执行巡逻情务 本次更运用空拍机来做辅助 化身为空中巡逻队 与瓜农联手护瓜 并与瓜农建立绵密的情报联络网 提醒所有的瓜农随时掌握动态 如发现有任何异状 请立刻向警察机关来通报 玉璃分局说明 为了保护农民血汗财产 沿线观音春日大宇三民派出所 针对绣固栏西畔瓜田区跨锁边组增加班次 不定时以小区域连巡 大区域跨巡 深夜联合巡逻等等的方式加强巡逻 另外玉璃分局更化身空中巡逻队 身上空拍机辅助与瓜农连锁护瓜 也会针对这个西瓜园这边白天 我们会做巡逻的防治 那晚上的话我们也会编排深夜 来做这个防治的这个作用 玉璃分局长林俊廷说 也呼吁民众 如果有发现可以人车进入到瓜园 或者是养春受雇工人 请尽速通知当地派出所拨打110报案 警方会在第一时间赶网盘查 警民密切合作联手护瓜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